国语课本150页 勇士射太阳 勇士就是很有勇气 很有胆量的人叫做勇士 然后这一篇因为是故事 所以它是继续文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两篇小故事 都是继续文 因为是故事 它是在讲述一个事情发生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 它说 古时候天上只有一个金太阳 人们白天工作 晚上休息 日子过得很快乐 就像这样 白天他们就在工作 然后晚上就回去这个屋子里面睡觉休息 然后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 有一天天空突然出现一个银太阳 金太阳下山以后 银太阳就接着升上来 快把田地烤干了 因为一个太阳就已经很热了 那两个太阳就等于说都没有晚上了 那大地就被烤干了 所以后来发生什么事 那人们就决定派三位勇士去设太阳 他们走了好多年 终于来到银太阳的家 他们这三个勇士 走了好多年才找到了银太阳 然后啊 那时银太阳正在打呼呢 银太阳正好在睡觉在打呼 他们就趁银太阳不注意的时候 勇士们赶紧抓住机会 拉满的弓 全力射出后 秀的一声 秀就是 本来是秀啦 那这里是写西欧秀 我们用秀来表示秀的声音 秀的一声 银色的血飞散到天上 变成闪亮的星星 你看这里哦 这个银太阳被射中之后 它银色的血就飘出去 变成星星了哦 受伤的银太阳光芒啊 越来越弱 变成现在的月亮 它光芒越来越弱了哦 它就变成了月亮 月亮的那个热力就没有那么强了 好 接下来哦 下页 从此啊 人们白天工作 有太阳陪着哦 晚上休息 抬头就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 这个故事啊 就一代代流传下来了 之后 它白天有太阳 然后晚上也有月亮跟星星哦 然后这个故事就一代代流传下来 所谓的一代代流传就是指 比如说阿公传给爸爸 爸爸再传给儿子 这个叫一代代流传下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篇故事哦 下一篇是黑熊村的图书馆 这是郑成军写的哦 我们来看他讲什么故事哦 黑熊村的第一间图书馆要开幕 开幕就是开始 要开始营业了哦 然后熊爷爷啊 不想去 为什么他不想去呢 他小时候没上学 不是字 当然啊 不会看书 去图书馆要做什么呢 因为他小时候 熊爷爷可能小时候 家里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他没有上过学 不认识字 所以啊 这个黑熊村虽然有图书馆 但是啊 他看不懂字 他也没办法去读书啊 所以看到开幕 他就开始冒冷汗 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接着哦 熊奶奶啊 说了许多好话哦 熊爷爷啊 才答应到会场看看哦 这个熊奶奶哦 他一直劝那个熊爷爷去会场 去参加开幕典礼 然后哦 山羊馆长致词时 提到啊 图书馆里有一本很珍贵的书 哦 什么是致词 致词就是比如说有重大的集会的时候 代表出来发言 叫做致词 那个山羊馆长哦 他说哦 图书馆里有一本很珍贵的书 正当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时 哦 七嘴八舌就是迷据 微据 在那边讲话 叽叽喳喳的讲话 就像我们有七张嘴巴八跟舌头在那边聊天 很多人在讲话 表示七 用七嘴八舌表示很多人叽叽喳喳在讲话 当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时 山羊馆长啊 把熊爷爷拉到身旁说 就是这本书 哦 他说 我说了这本很精彩的书 就是熊爷爷哦 哦 熊爷爷没想到自己啊 竟然是一本书 哦 为什么是一本书呢 那山羊馆长就解释哦 他说 他说什么呢 熊爷爷啊 从小就到黑熊村开墾荒地 他每天除了工作啊 也经历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哦 哦 那个熊爷爷从小就在村庄里面开墾荒地 就是那个时候啊 村庄还没还没开墾 所以有很多荒废的土地 他就去帮忙开发那些土地哦 所以他每天除了工作 也经历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哦 不可思议就是很难想象 你想象不到的事情 所以啊 他是一本最精彩的历史书 你们可以到图书馆登记 借阅熊爷爷哦 他意思是说 熊爷爷啊 虽然他没有读过书 但是啊 他从小就经历了很多不可以思议的事情哦 他经历了很多的故事 所以他就是一本最精彩的历史书哦 他大脑里面有很多的智慧 他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 那你们可以到图书馆登记借阅熊爷爷哦 就是指说 你们可以去请教熊爷爷 跟他问一些事情 他都知道哦 好 然后熊爷爷啊 就变得很喜欢到图书馆做做了哦 因为啊 他可是这里的畅销书呢 畅销书就是卖的很好的书 叫做畅销书 你看哦 这个熊爷爷哦 你看这个熊爷爷说故事哦 他自己就在说他自己人生发生了一些故事 说那个畏熊 还有这个小狗 还有小熊 还有小猪 这四个小朋友就很喜欢听熊爷爷说他的人生故事哦 他等于是一本智慧的百科全书 好 那么这两篇故事就介绍到这边哦